《混音时间》 混音时间 草地上的午餐 Le Dijoné sur l'herbe 它的创作者是19世纪 法国写诗派和印象派画家 爱德华·马奈 Edouard Manet 我们在前面第14集有介绍 另外一位法国印象派画家 莫奈画的同名作品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比较和欣赏 那面前这一幅呢 创作于1863年 那一年进入沙龙的审核 极其严格 五分之三的候选作品都落榜了 于是拿破仑三世 决定给落选作品提供第二次机会 就是所谓的落选者沙龙 上面展出的作品呢 就包括这一幅 马奈德草地上的午餐 这幅作品呢 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 当时展出之后呢 严苛的评论器和大众 并不能领会 马奈作品的心意和杰出 反而将其评定为 不道德和有侵犯性 事实上 马奈仅仅是想以 16世纪的艺术剧将为参考 穿作一幅经典和现代元 所相结合的作品而已 惠宁时间 法国巴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